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想一物 任何动物都有天敌 农村人都知道黄鼠狼的天敌是土狗 大鹅 鹰 但要说最惧怕的当属大鹅了 那么黄鼠狼为什么会怕鹅呢 黄鼠狼一般只敢攻击体型比较小的鸡或鸟类 对体型较大的鸟类则比较害怕 虽说鹅白白的羽毛看着比较可爱 但是农村鹅脾气往往都比较凶悍 鹅有着非常强的领地意识 一旦有陌生的人或者动物进入其领地 鹅就会主动发起攻击 直到对方逃跑为止 鹅的攻击武器非常多 鹅的翅膀 嘴 甚至是脚掌 都是强有力的攻击武器 进攻方式也多种多样 扑打 拧 拙 应有尽有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 宁叫狗咬 不让鹅拧 可见鹅的厉害之处 而且鹅的叫声很大也很难听 这对黄鼠狼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能很好的降低黄鼠狼的攻击欲望 此外农村还有一个传说 比如黄鼠狼害怕鹅的粪便 传说黄鼠狼踩到鹅的粪便上面 脚爪子就会溃烂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 就是鹅的身上会散发一种黄鼠狼害怕的气味 因此鹅也就成为了黄鼠狼的天敌之一 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考证过 小伙伴 知道为什么吗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